想不到吧,我们今天来当一天的林俊杰 嗨,大家好,我是Singin姐姐 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就是跟大家一起剖析不同歌手的演唱方式 那因为我自己是来自新加坡 所以就想说,可能可以从我们本地歌手林俊杰开始准备好咯 我自己上网查了一下 林俊杰呢,她是从2003年评专辑《月行者》出道 出道至今已经有16年 相信大家呢,对她的名字应该不陌生 因为她有很多很好听的歌,快知人口的歌 像她说,修炼爱情啦,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可惜没如果,太多太多了 很多朋友都问我,为什么林俊杰的嗓音这么的独特 而且为什么她的高音都唱得好像这么轻松 这么容易,唱得这么高啊 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林俊杰的唱法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我们的发声图 那我们先简单的把我们的发声方式归类成 胸腔共鸣或者头腔共鸣 那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声音的 实或虚来进一步的分类我们的发声方法 那如果大家不清楚什么是胸腔共鸣以及头腔共鸣的话 记得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影片哦 在流行唱法里面呢 最常见的发声法就是混音的唱法 mixed voice 那什么是mixed voice呢 因为我们在唱高音的时候 然后必须要进入我们的头腔共鸣 可是如果是纯粹的头腔共鸣发声法的话 听起来可能会像太过传统的声乐发声法 那用这个方式呢,来演唱流行曲 听起来可能就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会特地的把一些 胸腔共鸣的特质也混进去 让我们的高音听起来就像现在大家在YouTube 还是Spotify上面听到的歌曲、歌手的唱法 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一下林俊杰的唱法 听了林俊杰的唱法之后 大家觉得他的唱法是混入比较多 头腔共鸣还是混入比较多 胸腔共鸣呢? 答案出来了 这就是林俊杰的发声图 那大家呢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得见 林俊杰的发声图呢 他是混入比较多的头腔共鸣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head dominant mix 那他这样子的唱法呢 其实也是比较偏向于很多英文歌手的唱法 那如果大家还是听不懂的话 没关系 我们现在就用同一首歌来做个示范 林俊杰会用他的head dominant mix的唱法 以及另外一位歌手呢 就会以chest dominant mix的唱法来演唱这首歌 大家听一下其中的区别在哪里 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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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传统 心有多执着就加倍心痛 这样子听一下 是不是比较明显听得出 chest dominant mix跟head dominant mix之间的区别了呢 好如果大家想要学习更多有关怎么样可以把你们的混声技巧练好 又或者把你们的head dominant mix 还是chest dominant mix练得更好的话 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 之前已经有一些练习的影片 大家记得要去回顾一下哦 下次还想听我们分析哪一位歌手的唱法呢 记得留言让我们知道哦 最后还是要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也可以来IG或者Facebook找我 我是丁音姊姊 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